我們看著國際的金融市場上面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油價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最近這三個禮拜下來 你可以看到那油價 是接連的一直在上漲 而且這上漲的幅度是非常的驚人 不過有人就說 2008那個時候的世界金融風暴 讓整個全世界的經濟都倒退嚕了 會不會這一次到了年底 2018金融風暴即將再現 但背後的推手是誰 居然就是那川普 是立剛 其實我們的中友已經宣布到年底以前 全部油價洞漲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現在國際油價 是很平穩嗎 不是 因為他在一路狂飆看到沒有 9月10號的時候還是67.52美元 不到一個月 現在10月3號 已經到76.21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漲了10塊美金 俄羅斯他們的能源部長 諾瓦克就直接講了 他說如果繼續讓這個油價 持續這樣漲下去的話不得了 你包括石油供應商 包括消費者 包括整個全世界的經濟 可能都會被拖垮 光這個石油的漲價 就拖垮全世界經濟 因為石油是現在世界 所有能源的來源頭 所以這個東西一漲價的話 所有東西要跟著一起漲 問題是現在俄羅斯說 好了 之前本來 OPEC就是石油輸出組織 叫我們說要減產30萬桶 像我們把這個產能全部恢復 而且我們再多生產10萬桶 多生產10萬桶 照理說這供給量就不會缺乏 然後據說沙烏地阿拉伯那邊 也增產了5萬桶 加15萬桶了對不對 那看來這個量應該會夠了 不可能會夠 還是不夠 因為你忘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因為川普之前不是要 全世界各國去抵制伊朗嗎 對 沒錯 那伊朗是石油輸出大國之一 你叫所有的國家 都去抵制伊朗的話 這缺得油誰來補 結果他想出一個絕招 什麼絕招 因為他11月中 馬上要期中選舉 所以他也不能讓油價 一直踩下去 他想出一個絕招 我對伊朗鬆綁走可以了吧 實際上連那個誰 普丁都看不下去 普丁說你 你川普你叫全世界 大家跟著你上上下下 你真的應該去照照鏡子 我剛剛已經提到過 伊朗這個東西 如果伊朗真的繼續被你制裁 美國說11月4號 他要簽那個 就是管制伊朗的制裁名單 11月4號假設你真的制裁的話 你知道一天會掃多少桶油嗎 會掃多少 掃380萬桶 一天就掃那麼多桶油 剛剛我說過俄羅斯10萬桶 那沙烏地阿拉伯5萬桶 那你美國又不放油出來 那剩下300多萬桶誰來扛 根本沒有人要扛 而且為什麼美國最應該負責 你知道 其實我們都以為沙烏地阿拉伯 俄羅斯才是石油大宗 錯了 現在全世界的石油龍頭 叫做美國 美國怎麼會是石油龍頭 我跟你講 以前在產油國裡面 也沒有美國這個國家 不要忘記了 美國現在開採 頁岩油的技術非常發達 然後德州頁岩油 最近產量非常兴盛 那你知道他現在 在美國原油的產量 已經是十年前的一倍多了 產量暴增這麼多 所以他才是全世界 最大的產油國 那你自己是全世界 最大的產油國 那價錢不是就操縱 在你手上嗎 你如果希望油價跌下來 你自己增產 不就解決這個問題了嗎 所以你又不想要浪費 自己的原油 要叫別人拼拼的去升 那整個事情 不就是你川普一個人搞出來 所以普丁才說 川普你應該趕快去照照鏡子 但是先不要管國際 回到我們台灣自己這邊來 大家如果記憶猶新的話 這一次 現在民進黨又說要動仗 所以選舉前常常都會這樣 那我跟你講 之前也幹過一次你知道嗎 什麼時候 我跟你講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 2007到2008不是要選舉了嗎 那時候總統大選 是 要總統大選的時候 你看當時油價非常高 你看1997就很90 然後92.75 95 94 98 快到100了 99 已經快到100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 到2007年了 阿扁說我不要上 整整不上一年 一桶到100多 100塊美金的時候不漲了 是 結果到2008 一路飆到104.26 然後他還是不漲 你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要總統大選了 這個非常誇張 你整個為了這樣 把那個價錢將住在那邊 你知道中油要虧多少錢 多少錢 我跟你講那個虧的 都幾百億以上 這麼多錢 那結果我跟你講 更決的就是 3月22號選完的時候 選完了沒有選舉的問題 你應該要漲了吧 選完以後 結果不是要換人執政了嗎 那換人執政反正責任你扛 我繼續不漲 所以也就是說 他到了要交接給馬英九之前 都不漲油價 對 他有那一兩個月的時間 他還是不要漲 我就繼續僵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就看到 那個畫面當中場景 在之前沒漲價之後 大家還沒人家排隊 我跟你講 結果你知道 結果要漲價了 大家要去排隊了 是 因為很簡單 因為馬英九已經不能再不漲 馬英九520一交班之後 不得了了 因為之前的虧水 已經虧到太離譜了 所以馬英九 五月二十八號開始漲價 五月二十八才就任 五二零九 五二八就漲價 一上台你知道 因為之前壓了一年多 可是那是前面 陳水平去把它壓住的 你知道他一漲 就漲了12.7% 漲這麼多 對 非常多 那什麼是民怨四起 然後七月一號又漲電價 你知道 那電價再一漲 不是物價全部上漲了 油電雙漲 七月二號再漲一次油價 因為漲的幅度還不夠 結果造成那一年 你知道CPI指數大標 消費者指數大標 創14年新高 然後整個經濟變成一團混亂 我們的GDP硬生生降了快一趴 國安為了一個選舉 結果搞得GDP下降 所以這個就是陳水平 故意要給你馬英九團看 我就故意動漲動漲到 到最後這個爛單子你去背 那民進黨現在說了 今年年底之前 不漲這個油價 其實到最後結果是誰扛 還不是我們全民要去扛 所以大家真的 不要被這些政客騙 看著現在的這時候 不過你有沒有想過 時空背景的問題 可是我們做到現在這六都的選舉當中 你可以注意一件事情 大家現在關注的焦點 都在南台灣 你可以看到南台灣的高雄 現在的這個時候 陳其邁好像看似沒有資源 但是中央用盡了所有的方法 這地下的資源源源不斷的送進 那陳其邁的口袋裡面 在這個時候 要把陳其邁的陳水平 給逼上來 民進黨的策略完全亂了套 從一開始蔡蟲 打不到韓國瑜 接下來就說他是個黑道 也打不過 為什麼對韓國瑜沒有任何的傷害 接下來乾脆潑紅漆了有沒有 這個候選人就說 票投韓國瑜就是支持 習皇帝武統台灣 這個也打不到韓國瑜 走到這邊 還說人家造勢大會是假的 接下來台聯的這個政治人物 還講了什麼 韓國瑜外省人 選不上高雄市場 這種打法 是十幾年前的省級情節的打法 你現在還在用 你沒招了嗎 好的確沒有招了 因為從前面走到這裡都沒有招數 因為你打不到韓國瑜 接下來乾脆就直接說 全部都是假的 什麼是假的 韓國瑜的造勢大會這麼厲害 假的 人山人海也假的 你就只有假的這句話能講嗎 好 再來 韓國瑜陣營說 北漂的人數大概有30萬左右 有沒有 因為高雄市的 高雄的外移人口大概有41萬 北漂就是30到50萬 馬上民進黨就說 亂講 扭曲 沒有這個數字 太高雇了 北漂人數其實只有一點點 你們打了這麼多一輪下來 對韓國瑜有傷嗎 沒有啊 台聯的這一位特別還講說 韓國瑜 你說外省人 你要選不上的啦 你這個時間還在講審計 還在審計問題 你這種打法是10年前的打法 年輕人都不聽這些啦 我真是不了解 真是亂了套 走到10月9號又開始了 今天有什麼東西 尤其這幾天 他們不斷的在攻擊韓國瑜說 不是 他的造勢大會 根本沒有那麼多人 根本沒有那種萬人空向 是不是 其實選民心裡非常清楚 走到這裡 這幾天 連北漂有多少人 都成為爭議的焦點 我的天啊 其實北漂有多少人 其實投票那一天 你們民進黨就知道了 韓國瑜已經講了 這幾年光是整個高雄 外移的人口 北漂人數大概20 30左右 甚至30到50都有 偏偏民進黨說 3萬還最多了 哪有那麼多 你是扭曲事實 不用再爭這個數字了 11月24號 你就會清楚 北漂人數有多少 說到韓國瑜 韓國瑜這次在高雄選 大家都知道他沒有任何資源 他就一個人單槍匹馬 單打獨鬥 可以打到這樣的局面 我們認為他其實已經贏了 還有他的口才 很多年輕人 其實之前不了解韓國瑜 在網路上一看到 韓國瑜的影片 一看就中了 馬上就立刻成為韓粉 為什麼 也有一些選民就說 太厲害了 政治人物當中 除了陳水扁之外 大概就是韓國瑜的 這個口才最好 雖然不應該這樣形容 但韓國瑜的口才 真是很厲害 但是我再倒回去講一下 韓國瑜的口才 根本不怕你們十個人的 所謂的潛水艇 這幾天民進黨不是公布了 他們有十個總幹事嗎 還講說總召 劉士芳 總召劉士芳就說 我們很厲害 我們現在要讓大家看 這個潛水艇浮出水面了 我覺得你們真是很怕韓國瑜 潛水艇浮出水面 不就是要投降了嗎 有這麼可怕嗎 對 韓國瑜真的很可怕 因為他先擠的這個旋風 是史上從來沒有的 他的口才有多好 來看看 韓國瑜在小港造勢的這個畫面 我真的覺得我們高雄 一定要改變 我沒有改變 我沒有改變 我說說第一次 我剛才說出來又老又窮 把他說你怎麼說得這麼老口 把他老口 慢慢去思考 慢慢想 怎麼 負債三千億 全國第一名 當然窮 年輕人四個年輕人 三個都年紀 當然 所以我們高雄 這次半山下大雨 五千個坑 我們現在說 又老又窮又沒有面子 我們這個道路施工品質 出了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高雄一定要改變 改變絕對不行 沒有支援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在網路上 有非常多的義勇軍 他們捲起了衣袖 就開始要幫韓國瑜 有這一位網友 他是許醫師 他自願幫韓國瑜 做了一支影片 他用的是藝人 張信哲的一首歌 叫做《親愛的小孩》 這個歌名他把它改過來 就是韓國瑜幫我回家 說出了很多北漂青年的心聲 你看了不流淚 你真的就沒有感覺 但是你看了 你千萬小心 因為你一定會流眼淚 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工作薪資低 只缺不是臨時工 就是保全 於是我到了365公里外的台北 工作兩年薪資四萬 養得起自己卻養不了家 但卻沒人知道 我多麼思念家的味道 情愛的小孩 為什麼你不讓我看清楚 是否讓風吹熄了蠟燭 在黑暗中獨自漫步 回家的路325公里 改變 回家的路320多公里 但是民進黨執政這麼長的時間 有幫我們年輕人 有幫我們所有高雄的人 回家的路嗎 沒有 你們甚至於到現在為止 這個當下 在民進黨的這個選舉策略上 還在給高雄人洗腦 高雄人不欠民進黨 請看看這一位賣菜狼 沒有任何的資源 可是他只是想讓大家 有回家的路 誰打動人心 11月24號立刻見分明 讓北漂的孩子 能夠回到家鄉 有這麼容易的事嗎 當然不容易 重點你是要給他們工作機會 沒有工作機會 那他回去怎麼活下去 難不成回去靠爸靠媽 但是我們說到現在的高雄 年輕人都北漂了 幾十萬人離開了高雄 現在的這時候 我們的攝影棚內 我們就找來了個高雄人 亞軍啊 你也是個北漂的青年 你有沒有一個想法 想說40歲前想回高雄去 我想 其實我現在戶籍還是在高雄 你戶籍還在高雄 對 我先講一個 最難過的事情是 我剛剛有講 我爸爸去年過世的時候 我爸爸去年過世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 及時的回到我爸爸身邊 因為我那時候也在工作 我中間的路程 因為延遲到我 看不到我爸最後一面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如果我有能力 老人家最後面沒看到 沒有看到 雖然只隔了356公里 但卻沒辦法趕回去 沒辦法看到他們 然後因為我爸那時候在家 我原來是癌症 我媽一直跟我講說 你就先去 你就先回去 你爸爸如果有任何狀況 會通知你 可是你知道 我上班的禮拜一的時候 我上班我才發現到說 我媽那時候傳訊息 跟我講說 我爸走了 我爸走了 然後我真的 我母傳訊息給你的時候 對 你父親已經離開了 我父親已經走了 就是說他已經不行 然後要離開了 我當時候話不說你等我 我說你等我 我搭了高鐵 我真的是話不說 高鐵我就一搭 就這樣下去 可是在路上我媽 因為我知道時間有一段時間 兩個小時的時間 差不多 然後再加上我搭捷運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爸現在抓到訊息 他說他現在已經在 就是太平街這邊 在等的那個葬藝社的部分 然後等於是他最後一面的部分 我沒有辦法見到他 然後變成 我在見到他的時候 已經樹林樹好了 很快 我回去的時候 我記得我下午是兩點 都接我媽的訊息 我趕回去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四點多 五點多 回去還要轉捷運 因為接駁不變 所以我變得下去的時候 我要走一段路 我才能到我媽的地方 就到小港 那個最裡面的附近 那個地方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有點感慨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都這樣了 其他的北漂的這些青年們 他們的父母親 如果都在南部 沒有辦法上來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辦 對 你要想我們高雄 而且老人家年紀大了 需要照顧 對 所以我現在變成 我就告訴我拚了命 我現在兼兩份工作 我現在告訴我自己 我原本是沒有想要 結束殯葬業 可是因為朋友做 他們講說這個算得很壞 我就想說好 我就跟他說 我就想盡辦法 就是要工作要平 所以你一天要有兩份工作 在拚 對 你的目的也只希望說 能夠回到高雄去居住 我想在高雄 還是想買房子 我的戶籍還是在高雄 而且重點是 還有長輩在南部 對 還有一個媽媽在那邊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回去 所以我對北漂這句話 這個議題我非常的有感 而且真的很難過 我是真的 我原本對政治 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 關注是想賺錢 可是因為我爸爸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說天啊 高雄怎麼會變成這樣 當我在踏回高雄的時候 我看到了完全沒改變 可是會讓我北漂的原因 是因為我在前兩三年之後 我發現到我們的經濟 真的越來越差 我現在是在做補教業 我準備要轉型 因為我另外一個兼職 是做殯葬業 我當時會想要做補教業 是因為我想要說 我還是可以讓我 一路這樣帶上來 可是我發現到在高雄 高雄光是補教業 我光是一個櫃台 我可能在高雄 我可能只有2萬3 2萬4是最高的了 可是很多人就想說 物價不高 可是你要想 我們還有一些保險 我們還有一些 就是我們要給家裡的一些 孝心費的父母性要顧 再加上我的弟弟那時候還小 才在讀書 國中高中的就學階段 我女兒那時候也還小 所以我不得已 我就只好選擇說 我就出來做業務 我才開始做業務 可是環境真的是越來越差 你可以感受到 光是剛剛很多的 聲明姐他們就講 高雄現在倔強 你光是走過去 其實沒有什麼樣的消費 為什麼 我可能拿個1000塊出來 我可能都要去算 所以對我來講 那個壓力很大 孩子越來越來越大 他的一些補習費 我後來做的是 後來我慢慢轉型做保險店 開始做業務 可是問題是 保險這東西它會受限 它現在今晚會有限制 我後來的客群 慢慢的也不接受這一塊了 以前慢慢受的話 我幾乎在高雄 沒有辦法生存 再加上我騎摩托車 我還要郵費 維修費 後來我才毅然決然 想說離開高雄 來到台北這邊 可是就這幾年 我覺得還滿順 我會覺得說這裡 我光是坐一個行政櫃台 我可能就三萬多塊了 我可能就三萬二起跳了 那我住在淡水 可是我住淡水 它的消費的一個水平 跟高雄其實很雷同 會雷同 我覺得到最誇張的是 我們當時講說有輕軌 總會來個環狀 OK吧 可以載我們就是四通八達 很妙的是我曾經在凱旋路 我騎摩托車這邊等回去 我想用騎摩托車等 然後等的時候我看到那個 好不容易看到輕軌過去很輕騎 過去的時候我看到有人騎腳踏車 你知道很不客氣 腳踏車贏過輕軌的速度 腳踏車還比輕軌快 我整個傻眼我就跟我旁邊 因為我們是跟朋友一起出去 我說他剛剛是腳踏車 騎過去勝過輕軌這件事嗎 他根本沒有任何效應 而且他才開個幾站 他並沒有完全連接到 他不像台北 我今天下了捷運 我可能有轉運站 我可能有公車的部分 我可能APP一看 我可能沒有那個LD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APP一查什麼時候會到 你至少要來個這樣 沒有 我就在那邊等 你想空氣品質那麼糟 然後再加上他的運輸轉輸 又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說真的誰會想要待在高雄 電力沒有辦法充足 我那時候就在想 那廠商願意進來嗎 我會不會發電話一盤 我可能電力的部分 可能就沒辦法支撐 第二個就是交通 我們民生最 我們比較在乎的是在交通上面 交通上面如果你沒有辦法 有很好的轉成 我們沒有辦法到達我要的公司 我早上可能要很早起來 4 5點我可能就要起來 準備6點就開始在那邊等公車了 但韓國瑜現在推出來的政見 能打動你的心嗎 我覺得他有一點 讓我覺得很心動的是說 他有 他講的話 我覺得他講話還滿老實 就是讓我覺得他有真誠 第一個 他告訴我們說 可能這個負債的部分 我先上任可能我負債的部分 我可能沒有辦法馬上解決 可是他一定有分好所有政策 他告訴我們說 我們總目標只要訂出來了 那我們就會用 開始從經濟 就是廠商開放經濟的方式 還有在公車的交通方式 這兩個會慢慢開始著手 一步一步上來 我後來就想到柯文哲 柯文哲當時在接手台北市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困難重重 可是他從一個素人 他也是定目標性的 慢慢一層一層 他首先先把台北市的 停車格的部分 先做收費的動作 路邊停車做收費 他減少這些交通的部分 鼓勵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來去做轉成的動作 所以我發現到 韓國瑜他在跟柯文哲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是像的 通常如果用這樣子的脈絡來講的話 其實我要的 高雄市民要的是腳踏實地 你不要告訴我說我今天上了 我一定可以怎麼樣 像另外的對手 像陳其斑 陳先生 他可能想說 我可以幫你們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要的不是你可以 不過亞軍 我看到你手上這邊有個手板 你上面有個台南高雄又台北 這個手板上面代表什麼樣的含義 這個手板就是我當時在高雄 我是在高雄長大 我大學的時候是讀南台科技大學 我讀在台南縣跟 所以你到台南去讀書了 對 然後後來我 因為還是放不下 我父母親又回了高雄 對 所以我後來慢慢的到現在 我就覺得說 我後來會上來 原因是因為真的 薪水太低了 聽完了北漂青年的心聲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20年下來的高雄 沒想到大家連高雄 都不想待下去了 但我再來往南講 講到一個地方 越南的河內 你想到越南的地方 你可能想的都是 騎著腳踏車戴個那草帽 日子過得很辛苦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20年的河內可是不一樣 以前大家提到越南河內的時候 都覺得很落後 可是你知道嗎 一群這個年輕的學生 跟著這個台商企業 到了這個河內去參觀的時候 發現說這些東南亞國家 包括越南 泰國柬埔菜的改變 他們的這個變遷 讓他們非常的訝異 你知道嗎 你說他們整個東南亞變遷很快嗎 你看到現在越南河內 你給我看的畫面是河內 是 怎麼可能 美麗的夜景對不對 這讓我腦袋裡面 想像的畫面不太一樣 這些建築物 這些看起來都可以成為 一個又一個著名的觀光景點 都是非常的漂亮 可是你想想看 以前三四十年前的這個越南河內 拉回來不看這個畫面 你看我這個出宮廁 你說這一張照片 幾乎都是腳踏車在街道上很多 你有沒有看到 路邊都還許多的桶子擺在這邊 還送在這邊洗菜 這是個可以洗一整天的餐具 你看到這個衛生條件之差 然後路上沒有多少轎車跟摩托車 可是你看現在這個越南河內 全部都是摩托車跟轎車 車道上真的是人車 人山人海 20年前跟20年後差異這麼的大 沒有錯 可是你想想看 以前的這個越南也不是這樣子 可是現在的越南 為什麼可以變成 他進步走那麼快 幾乎已經追上了 甚至我們高雄 你講到高雄 高雄以前也是很繁華 好比說它有一個 非常優越的區位地理條件 過去它因為深水港的地理位置 它曾經是世界的這個 集裝箱轉運中心 龍頭第一名 後來一度調到第三名 亞洲最大的一個轉運站了 從80年代到90年代 它還可以維持10年了 大概第三名 至少在前三名內 可是乘幾何時光景不在 現在應該更好 現在反而變什麼了 怎麼會變好了 跌到10名以外 跌到10名外 甚至去年 還被其他的國家追上去 比利時和大陸的上海 從13名一下調到15名 所以怪不得我到高雄港 我居然看不到什麼貨船進港了 是 開始沒落了 以前講到高雄港 大家最著名的想到拆船業 那個拆船業你知道嗎 造就了鹽城區那一條 古山那一帶的拆船街 他的五金 船上的廢鐵 拆下來就直接到那邊 賣一些零件 有 那條街上什麼東西都有 甚至拆船 連船的螺旋槳都有 沒錯 甚至拆船業的老闆 從事相關行業的人 家裡面都是麥可麥可 口袋都是一大把鈔票 而且門口停的 幾乎都是鈔跑 就是最差的也是什麼 藍寶街泥 在那個年代你想想看 100多萬元 當時的市價的房子 從事拆船業 一次都可以買十幾棟 所以拆船業造就了高雄的繁榮 也造就了很多高雄的 新婦的階級 以前那個時候 高雄男子加工區的女工 就流行一句話 聯誼就要跟拆船工聯誼 有吃又有拿 因為當時你看蘋果一顆市價 200多塊錢台幣 那時候拆船工吃到不想再吃 拿來當這個球打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高雄那個時候的繁榮 跟這個行業的興盛 可是我現在要講風水輪流轉 它反轉過來 到哪去了呢 你現在看得到高雄的 這個商機跟熱鬧的嗎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連85大樓都冷清 沒錯 我們先反觀 剛剛我講的越南河內 三四十年前跟現在相比 以前一桶水 衛生條件環境很差 現在可不一樣了 你看那個這個 現在它幾乎可以造就 它整個都市的崛起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都市發展速度還滿快的 一棟一棟拔地而起 然後四通八達的交通網 它的連外道路 大馬路跟這個高速公路 我的朋友經常到這個 越南河內去做生意 他說在那邊四五星級的旅館 比比皆是跟雨後村省辦 一樣不斷的出現 而且在那邊像樣的 這個娛樂場所KTV 還有一些消費的餐廳 幾乎都是滿街鬥士 你現在看到這畫面 這是越南啊 是 怎麼會這麼先進的狀況 或者美國哪一個西方的國家 就是在越南河內 而且都規劃得很整齊 你看這個越南 它甚至因為 這樣的一個崛起之後 它開始要走新加坡的這些模式 你知道是怎麼是嗎 怎麼樣的方式學習 去年來講F1這個賽車 它本來有亞洲的上海 新加坡 還有日本跟馬來西亞的巡迴賽 後來馬來西亞它就退出了 他們只剩下三戰 F1賽車的老闆來這邊看過之後 CEO說不行 還是要第四戰 第四戰就傳出來看中越南 越南也有意思想要承辦 可是F1不好辦 你現在看那個F1的底盤 非常的低 你跑道 而且是公路賽 馬路就要非常的平整才行 沒錯 越南的這個 他們甚至提出來在河內 距離它這個西邊 大概7.6英里的這個地方 可以辦這個F1賽車 你就看得出來越南的企圖心 反觀高雄雖然這20年來 它有很大的這個結構改變 沒錯 我說城市景觀 比如說有捷運 帶來了很方便的交通 但是就拿這個 兩條高雄捷運線 交會點的這個美麗島站好了 當初會預想說 店家和人潮一定很方便 可是後來沒看到 高雄的繁華跟這些光明 可不可以再重現呢 一個都市的崛起 跟一個都市的沒落 你可以看到執政者的錯誤 是多麼恐怖的事情 20年下來這個綠色執政 還真是品質保證 保證你繼續沒落下去 但是昨天你可以注意到 我們這個環保鬥士詹聖桂 他本身是環保署副署長 他昨天辭職了 這麼一辭職 環保署長李英元居然說 你沒有江湖道義 有沒有搞錯 你是為官之人 你居然來講江湖道義了 關唐案是在行政院的 強度關身之下 終於通過 事實上他之前留會 之後在開會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官派的七個代表出席之外 只有三個學者出席 而且其中有兩個人 其實是投的廢票 你看到沒有 七票支持 兩票廢票 這從頭到尾 就是一個強度關山的案子 硬是通過了 通過這件事情 行政院還要講說 這絕對不是為了選舉 這是官唐這個案子 只要通過的話 深澳的電廠就可以停建 這什麼意思 台灣的能源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拿來作為選舉的標的 但是你看到 整個這個案子通過之後 這麼多人來爭議 這麼多人在踏法 可是你會發現 相關的這些官員 一個推一個 我都不知道他們太急 真的學得真好 為什麼呢 環保署長李應元 第一時間就講了 他就說副署長詹順貴 因為請辭了對不對 沒有江湖道義 人家當然不要江湖道義 為什麼 你把我推出去 就是要在這個關唐案 當中來擋子彈 我為什麼替你們所有人擋子彈 好了 李應元就說 來你看 李應元說 你不管我死活 你不顧江湖道義 就開始抨擊詹順貴對不對 詹順貴有一個 三千字的請辭的辭成當中 就提到最大要負責任的人 其實是誰呢 是我們的行政院長賴清德 其實賴清德之前在南鐵案的時候 就跟詹順貴有意見不合 是小英留了詹順貴 但是整個關唐環平案 兩個人完全鬧翻 而且詹順貴三千字請辭 就說了很白 這個案子賴清德要負最大的責任 好啦 到底誰要負責任 我們也看不懂 為什麼 這幾天蔡英文到屏東 大家還是問了關唐案對不對 對 小英總統就講得很溜 這個賴院長不是說了嗎 就照賴院長說的去做 他把事情推到賴清德身上 意思是說跟你都無關 你都沒有意見 他不是總統嗎 你都OK的嗎 賴院長說什麼就是什麼嗎 好 來了 當小英說賴院長說什麼都是什麼的時候 你覺得賴清德會把責任攔在身上 當然也不會 難怪他又打太極推出去 另外還有一個記者在問的時候 賴清德就說 大家不要緊張 我們的這個政委張錦森 他會去督導這件事情 所以中油的開發案 這個事情其實有做了修正 來了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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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來 你們還真能推 講到這個行政院政策 可以推來推去 還能大轉彎 為什麼 關唐案這件事情 本來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尤其這幾天環保團體說 你們通過關唐案這一天 是我們台灣環保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 人家都這樣講了 但是我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 因為這幾天就有網友 把鄭文燦跟蔡英文 他們過去針對關唐這個案子的 藻礁問題 他們也有發表過他們的看法 你說藻礁的時候 他們有發表過看法 怎麼跟現在不太一樣 這是我們認識的鄭文燦嗎 這是鄭文燦嗎 是 你不要懷疑 鄭文燦在2014年的時候 他在自己的臉書 發表了一篇有關藻礁這個問題 有沒有 藻礁的保護 我們要進一步去思考 這個藻礁經過千年才能形成的 生態氣豐富 這有多重要 不能只是敷衍民意什麼 他講了一堆都講到是什麼 藻礁非常重要 所以他一直在強調藻礁的價值 鄭文燦在2014年的時候 還真的他很敢講 現在的執政者的思考格局 還是經濟掛帥 這是2014年的時候講了 水泥城市 這個藻礁的價值是很重要的 還一直批評說 吳志陽的眼中 只是一個如何處理輿論的議題 我覺得他講得不錯 當年你是在野黨的時候 你批評執政黨說 你根本去忽略了藻礁 你只去關心經濟掛帥的議題 那些不就打臉了小英政府了嗎 不就打臉了你們綠營的 執政的這個空間了嗎 我們看著我們的海洋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口口聲聲喊著海洋國家 口口聲聲喊著海洋治理 但這些為官之人 你真的有關心過環境嗎 還是你只關心你的選票呢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普丁執政是個強人政治 但普丁身邊的人 他們沒有人敢動他 因為最重要一點 普丁自己本身就是情報單位出身的 可是這兩天怪了 普丁的一個得力助手 坐著直升機突然之間墜機了 整個墜機事件不單純 是 立剛 這個人叫卡拉佩特洋 是俄羅斯的副檢察總長 這個副檢察總長 他就有坐著直升機 跟他的職兒 直升機駕駛 另外一名乘客就會飛到一半 突然之間莫名其妙 這個直升機就墜機了 墜機現場去檢察看的時候 四個人全部都身亡了 四個人都身亡 機械故障嗎 這不知道 看起來就是意外對不對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好職兒 太驚訝了 不是機械 機械就是天后的因素 可是問題是 第一個 這個卡拉佩特洋 本身身分就非常敏感了 因為他是普丁的得力助手 而且你知道他身上 負責什麼案子嗎 他是負責什麼案子 我們龍捲風之前有講過 第一個在俄羅斯 不是雙面諜婦女 被人家下神經毒素殺害 在英國被殺害 然後有一個俄羅斯富商 莫名其妙在倫敦上吊輕聲 然後還有之前我們講過 那個李維年克 不是被放射性毒素毒到 後來死掉 這三個的案子 全部都是卡拉佩特洋負責 卡拉佩特洋負責這三個案子 是 他負責跟國際間聯繫 專門去針對這些案子 但是更重要的 還有一個比這三個案子 更嚴重的一個案子 是什麼案子你知道嗎 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不是正在總統大選 據說有人 有一個律師跑去 跟川普那邊聯繫 說要提供希拉瑞 一些相關的秘密資料 這個俄羅斯的女律師 據說就是來自於 卡拉佩特洋的辦公室 這事就不單純了 這個其實就是跟現在 吵得沸沸洋洋 通二門有很大的關係 你想想看 這個卡拉佩特洋一個人 居然跟這麼多 國際重要事務都有關係 結果他突然之間這樣子 意外死亡 大家似乎就已經開始起役星了 我跟你講起役星之後 還更意外的事情出現了 有人言之做作的說 他說他們到了現場去 去看了之後 發覺直升機的駕駛 身上居然有兩個子彈孔 不對 他有子彈孔 那表示被人家給槍擊 表示被槍殺 不是意外死亡 然後甚至有人說 直升機掉下來殘骸的 懸疑上面也有子彈孔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他顯然就是被謀殺 而不是意外 所以直升機飛在天上 有人從地面射擊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誰要去謀殺他 因為他是普丁的得力助手 難道是普丁的政敵嗎 那還是說 是普丁自己叫人下的手 甚至這個跟川普的通二門有關 會不會是川普這邊 CIA的情報單位 各方都被懷疑說 是不是跟卡拉佩地亞的 死亡有關 可是無獨有偶 你知道最近 普丁有一個盟友 是摩爾多瓦共和國的總統 叫多東 這個多東他也是 他的總統坐車 他就坐在車上 結果就在路上開 就突然對面衝過來一架大貨車 往他筆直這樣撞過來 貨車撞汽車 這看起來非常詭異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總統坐車前面一定有前導車 他居然會閃過前導車 拿去撞後面這台車 有沒有覺得太詭異了一點 而且真好車子的側面撞過去 好像有點刻意要去 去撞這個多東 這個總統坐車一樣 就幸好是當時他一家人 坐在上面 結果居然都只受到輕傷 沒有什麼太大意外 他們就在懷疑 這個到底是不是政敵幹 然後更奇怪的就是你知道嗎 就在這間車禍 發生前不久 跟這個總統同黨的另外一個 也是他們高產文物加西班的 他說他也遭遇到 類似的這樣的車禍 遇到這樣的攻擊 對 只是僥倖他也生還了 但你想想看 一個摩爾多瓦的高層權力 兩個人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同時遭遇到同樣的車禍 你不覺得這個巧合性也太高了 事情看來不單純 是 尤其是這些人 又是普丁的盟友 那這到底是誰幹的 是有人針對跟普丁所有友好的 都要開始下這個毒手嗎 當然我們也必須講 普丁自己過去的很多紀錄 也是讓國際一直在鬧得沸沸揚揚 比如說之前他們有國會預言 不是在克林門宮附近 就遭到暗殺 然後有俄羅斯的駐聯合國大使 突然間莫名其妙就死掉了 然後有烏克蘭的一個指揮官 清二的指揮官 也是莫名其妙就被人家殺害了 然後甚至很多那種 俄羅斯的前媒體部長 一些相關的人 這些人莫名其妙都會死亡 怎麼會多了這麼多的暗殺事件 好像跟普丁之間有敵對關係的人 總是會突如其來 突然之間發生意外 然後就過世了 國際上統計居然說 這樣的人有38個人之多 這麼多人就這樣意外死亡 就在這幾年之內 但是這到底是普丁幹的呢 還是普丁的手下幹的呢 還是其他人幹的呢 目前大家都不得而知 因為普丁自己是完全否認的 可是普丁自己還講過一個東西 他說了什麼東西 他說你們不要看我這樣 我當這三屆總統 我被人暗殺過五次以上 普丁也有人敢暗殺 是 我跟你講 他說好幾次 他都是因為他旁邊的 這些水護安全人員 把他保護得非常好 所以他才能夠逃過大難 甚至有一次 這個刺殺他的人 都已經直接走到他背後了 就站在他背後 然後居然他都還能躲過 所以普丁說 我自己也是死裡逃生過很多次 當然有人就直接問他 說你會不會懷疑說 你的這些安全人員 有一天會不會被人家買通 甚至會不會他直接要來刺殺你 如果背叛他的話 是 那普丁當然 對外的說法來說 我絕對相信這些安全人員 但我必須講 因為普丁自己本身 就是KGB出身的 你要去刺殺他 恐怕真是難上加難 沒想到在普丁身邊居然 有這麼多怪異的事件會發生 不過這一次整個的行動看起來 事情真的是不單純 直升機的墜落再加上這子彈 看來這案子可能真的有得查了 不過現在這個時候 美國的西岸又進入了一個警戒的狀況 因為在美國東岸這個地方 大西洋這邊的颶風又生成了 而且是一個三級的颶風 而這個颶風即將要接近美國沿岸了 立剛現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 他們發布了緊急狀態 而且現在很多人 他們都要再撤離搶物資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現在講的 現在太平洋這邊的颱風稍微休息 被大西洋 大西洋居然有颶風又出現 這個麥克爾這個颶風 立剛我告訴你 預計他們可能明天 就會開始侵襲佛羅里達州 很顯然會強度來到三級颶風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美國的氣象局 還有激昌官家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條路線 是 他現在這樣是從墨西哥灣 逐漸的這樣子北上 沒錯 這條路線的走法 就跟當時的卡圈那樣有點像 而且立剛你一講到路線 這邊要跟大家講 這個麥克爾颶風 他好像長得眼睛 他如入無人之境 為什麼 雖然現在的位置 就是他在古巴跟墨西哥一帶 可是立剛你知道嗎 美國的這些氣象預報員就說 他竟然能夠穿過加勒比海 然後跟墨西哥灣的這個狹窄的水道 然後只要是遇到 古巴跟墨西哥的高山 他都會繞過去 啪啪啪的會找路的 就是要往佛羅里達來 他的強度就等於到三級颶風 就差不多強烈颶風等級了 立剛講得完全正確 更可怕的是我剛剛說了 除了他們現在要緊急撤離 跟明天過後場景一樣 又搶物資 還有他們說 在一旦侵襲弗羅里達 或邁阿密那一帶的時候 他會變得猛烈增強 立剛知道原因嗎 我告訴你 因為他們說這麼巧 現在剛好遇到大潮南下 因此會有一個叫潮爆 這個潮爆的現象 可能就會讓這個 我們講的邁克爾 他猛烈增強 變得又大又胖又猛 所以他破壞力會更強了 立剛 我告訴你 為什麼現在邁阿密的人 跟佛羅里達這邊 所有的人都如臨大敵 立剛 你要知道 他還沒有到這邊 光是之前的外圍環流 就讓中美洲聞風喪膽了 你去看看他們現在這些 尼加拉瓜 包括瓜地馬拉 善爾瓦多 宏都拉斯 各自大利家 所穿出來的畫面 立剛這是什麼 那是一座橋 立剛 可是 水怎麼在橋上面流過去 因為橋已經被水給淹沒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光外圍環流 邁克爾的這個水氣非常的充分 但你看立剛這個 為什麼給大家看一個浪井 這個空井 因為 車子已經都埋在了這些水底下了 這不是河 中美洲已經很久沒有遇到 這麼大的雨 你看看尼加拉瓜這些人 嚇都嚇死了 還不止 還有像是這個整個市區的街道 完全都變成了河道 所以你看 現在已經造成中美洲12個人死亡了 立剛 你說為什麼邁克爾的這個颶風 會強到讓現在有人覺得 它會比蜂王山竹 所帶來的3.7兆損失還要可怕 連現在大陸人都這麼說了 立剛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氣候真的是亂了套 它通常都會強到 讓你人類無法控制 連義大利西里島現在也淹水 淹水的那個畫面 也會讓你以為到了威尼斯 不然我這不講 你不覺得這是威尼斯嗎 是啊 為什麼呢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的這些現在 不管是我們講的熱帶氣源 突然就變成了風暴 變成了颶風 或者是隨便下個雨 它就要叫做暴雨 然後根本都沒有辦法 讓我們能夠理解 為什麼會比以前大成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河道嗎 怎麼全部水這樣子流過去 結果馬路變河 而且通常我們會覺得這種事情 可能是在東南亞一帶 才有可能發生吧 可是今天還是發生在西西里島 好立剛 我剛剛一直在講 就是說地球現在的氣候 已經是整個亂了 補沒補了 為什麼呢 你曉不曉得 我帶大家把鏡頭 除了看到這個意大利恐怖的事情 我帶大家去看 你說富士山現在有出冠雪 但是立剛 這個富士山的出冠雪 他們卻發現比以往早來了27天 時間早了27天 而且就算跟平均值比也早來了4天 為什麼時間會早了這麼多 這個我告訴你 他們連日本人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特別早到 那就算了 結果這時候有一個人還會告訴你 你這還不算什麼 應該我問你 如果今天我們要講入秋了 開始準備要下雪了 那以大陸來說 那也是北部先開始下吧 當然 大陸的北方開始下吧 先是比較高維度下 下還下才往低維度走 立剛 四川的這些消防人員跟民警 會告訴你 那我們這是遇到了怪事 但你畫面當中這是什麼回事 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說他們的民警 跟消防人員說遇到怪事 因為他們接握到報案電話 快來救我們四川的人 他說我們受困在山上 被大雪受困 他們一聽有沒有講錯 你們報案有沒有亂講 四川哪會下雪 這山底上都是雪 這就是在四川 我告訴你 這是青年的 對 這是四川的甘孜 四川在這個季節 是不會下雪的 他們有很多人 根本壓根不會想到 我們四川會下雪 所以他們到達他們的山區去旅遊 結果沒想到 一千多台車在山上 就這樣活活被大雪給困了 他們很多人被困其實其次 第一次看到四川 常年不下雪的突然下雪 還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十一長假 你看到那個山上的路 就變成像蛇龍一般 原來就是這樣被雪給困住 但如果我說是在華美 你不覺得稀奇 但在四川 你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所以他們連那些 剛剛我講的 包括當地的人去救的時候 都覺得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立剛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人類才要問 你曉不曉得 我們現在整個地球暖化 全球的均溫 已經比工業化起來 多增加了一度 但立剛有個危險門檻 什麼門檻 不能超過1.5度 所以現在距離危險門檻只剩0.5度了 一旦超過的話 我告訴你 所有的氣候 到時候人類控制都控制不了 我不看著現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 這個冬天即將要來之時 那北半球的整個溫度的異常 再加上現在大西洋這邊的颶風的深層 怪事還真多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最近PO出了一張影片 那影片當中 你可以看到那女主角是梁靜茹 就是那歌手梁靜茹 她抱頭痛哭 這究竟出了什麼事 你看怎麼會這樣子 老哥厚 可是你看看 她現在在她的社群媒體上面 告訴人家 她的頭出了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你看她一直在摸她的頭髮 到底怎麼回事 而且還戴口罩 結果後來 人家看到她在哭 而且還拿冰塊敷 這怎麼回事 頭應該是可能會不會是 撞到牆壁還是什麼 不是 立剛 我告訴你 比那還可怕 比這還可怕 她的頭裡頭有怪東西在鑽 原來是被虎頭蜂 鑽到頭髮裡面咬頭皮 什麼 虎頭蜂進到她頭髮裡面去 她真的是嚇到花蓉失色 她說當時她去外面踏千一球 沒想到一隻虎頭蜂 就跑到她耳朵旁邊 晃一下 虎頭蜂就直接直串她的頭髮 什麼地方不鑽 鑽進她頭髮裡 結果她這時候趕快燒頭髮 怎麼燒 虎頭蜂就不出來 結果後來在裡頭 她說她整個頭被倒過來了 虎頭蜂才出來 但已經把她的頭皮給咬下去 她嚇得都哭了 她說好痛 但是立剛 我告訴你 真的打死都沒有想到 她剛剛那段影片 竟然是虎頭蜂爽的貨 但咬蜜蜂咬到你的頭 真的是最痛的嗎 我告訴你立剛 你是不是知道國外就有人 他覺得他一定要來做肉身實驗 他叫史密斯 看兩人就在那邊研究 他要什麼實驗 蜜蜂的研究生 他就直接很簡單 他本來去找遍了各個的數據 跟同党之處找不到 那我自己給蜜蜂咬好不好 你說他直接人體實驗 對 我自己給蜜蜂咬 所以他就花了38天 真的戳進去 對 花了38天 直接伸出他的包括像是 手臂 手指 腳趾 好立剛 大家要解密 來 大家來看這個圖 這個嘗試滿特別的 他說剛剛像梁靜茂被咬的頭部 或者是上臂還有腳趾 他說是痛 但是那種痛 就像是一個蛋這樣打在上面 打在上面 大概就痛一下而已 蛋 蛋殼 立剛大家就會好奇 你這樣子做 到底哪邊最痛呢立剛 他說 十蜜觸步 非常痛 那你可以沒咬 沒錯 沒錯 他真的把他放進去咬 咬三遍 好慘 還有一個地方 大家也可能覺得很不可思議 上嘴唇 這邊比較大 上嘴唇 你也很痛 嘴唇也讓蜜蜂咬 那你咬的時候都麻 那你跟 倒倒還不是最痛了 來 第一名 第一名在這裡 哪裡最痛 鼻孔 他說一旦鼻孔被咬 立刻淚如雨下 然後氣喘 然後好像過敏一樣 然後全身都會起不舒服的反應 被電擊到一樣 很恐怖吧 是不是 好 你看完了十蜜 是這樣的一個實驗之後 你可能也會覺得說 那梁靜如剛剛被頭咬 應該也是不簡單 也是滿痛的 但有一個主持人會跳出來 這個主持人是一個實境秀的主持人 我告訴你 他被熔以風 或者是這種沙漠的珠峰咬 他咬了之後你有沒有發現 他做著一個很奇怪的舉動 他在地上整個手臂不能動彈 匍匐前進 彷彿被雷擊被電擊槍打中 還痛苦的翻滾 那隻手像是廢掉了 像喪失了 怎麼這麼慘 立刻 我告訴你 他被咬的那個熔以風 你別小看他 他可是僅次於子彈以地表 最痛指數的昆蟲 被這個東西咬 而且我告訴你 這個人很耐痛 他被鱷魚咬過 被吸血鬼 被吸血蟲寫 吸血鬼又洗 但是他為什麼特別怕 沒辦法 這種蜜蜂瘋類的 他咬起來正讓你痛不欲生 看到這種蜜蜂多麼的恐怖 不過現在秋天之時 有些蜜蜂還真瘋狂 小心啊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昨天我們有提到 日本的鹿 上了菲律賓的島嶼 最主要一點就是 日本 菲律賓跟美國 他們在這南海上面 進行聯合演習 而現在這時候 習大大他火大了 他準備要進行聯合軍演了 但裡面參與的國家裡面 沒有日本 沒有美國 是的 剛剛我們都知道 美國 菲律賓 日本 最近才剛剛在菲律賓 距離黃岩島250公里的 這個海軍的攤頭 進行演習 那有日本的水陸機動團 也跑來參加了 那你知道嗎 這個演習的代號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現在據說他們自己 內部的代號叫毒疫 什麼 毒疫 對啊 怎麼會有這樣奇怪的名字 好像就是要把敵人毒死 我讓你七上八下九島地 那種感覺 就非怕你毒死不可 他本來設定是說 你從恐怖組織手中 奪回這個島嶼 但是老實講 現在在東南亞 哪有恐怖組織 可以把島嶼奪下來 應該更不可能 所以你真的是針對恐怖組織嗎 還是也是針對大陸 如果你是中國 針對大陸的話 你刻意用毒疫這個名字 是不是要顯示什麼 你是真的就是 跟他爭鋒相對而來嗎 但是我必須講 其實解放軍也不是沈幽登 你在那邊演習是不是 你以為我就不會演習了嗎 你知道22號到29號 就是這個月底而已 中國大陸也要在廣東戰將這邊 進行演習 所以也要進行軍演了 而且你知道廟是廟什麼 你知道他跟誰演習 跟誰 他跟東邪這些國家演習 東邪 是 就是把東邪這些國家找來 你美國不是一直跟我說 這些國家都跟我有南海爭議嗎 是 那我全部找來 可是東邪裡面 不是也有菲律賓 是 菲律賓也要來 菲律賓也參加了 是 菲律賓據說 可能會派一艘船 登陸艦過來一起參加 當然這個演習主要就是 非軍事上的東西 他們認為是人道救援 海上互助 這些相關的演練 但不管怎麼樣 每一個國家派出來 也都是軍隊 一起演練 中國大陸很顯然 就在別苗頭就是說 你美國不要以為 只有你能夠拉幫結派找人來 我一樣 東邪這些也全部都聽我的 而且我全部都拉過來了 對 而且更妙的就是 菲律賓兩邊都參加 對 菲律賓兩邊壓寶 所以杜特地還是很滑頭的 就是我兩邊都不得罪 你們要 我都來 然後看你們到底要幹嘛 反正你們兩個大國去打 不干我的事 實際上現在看得出來 美國跟大陸之間的關係 越來越偉妙 因為第一個東美貿易戰 已經打得不可開銷了 然後雙方好像要繼續 升級的這樣一個趨勢 再來我們都知道 解放軍過去幾年 他從大概兩 三年前開始 就是一年會繞個台灣峽 繞個大概三 四次這樣子 一直不斷的繞 然後可能他的轟六 什麼運八 然後電針機 戰鬥機 一直不斷的在那邊繞 甚至在從宮古海峽 這邊出去都有 現在我們發覺最近這一年 從2017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時候 怎麼樣 他從本來平均一年三 四次 一下子增高到32次之多 這麼多 倍增 這顯然的就是顯示 在這個範圍之內 中國大陸認為說 這是我的私立範圍 我每天就在那邊巡航 誰敢接近 我可能就會對你 採取一些動作 但問題來了 中國大陸是這樣做 可是美國是怎麼做 美國是怎麼做 美國不是太平洋艦隊 它內部的文件顯示出 他們11月的時候準備要在 南海跟台灣海峽 全球性軍演 全球性的軍演 全球性的軍演 這個全球軍演是什麼 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基地 從日本 從日本這邊 然後從這邊 武港這邊 然後很虛惡這邊直接過來 他到時候會踩什麼路徑 比如說他直接從台灣海峽 下來到南海這個地方 你意思說走過台灣海峽 也有可能從這樣子 從台灣外海這樣進來之後 到南海之後再回來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不管是解放軍 他的所謂每天巡航的路線 或是美軍這次演習 可能會經過的路線 有一個東西 一直被包在裡頭 台灣 就是我們台灣 一直被他夾殺在裡頭 對 也就是不管解放軍在演習 還是美軍在演習 還是雙方做出什麼動作 我們台灣大概都逃不了關係 也就是這一些國家 實際上就是在我們這 旁邊一直不斷地 在進行這些動作 其實對我們來講 這也是一個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因為台灣不管是政治動向 還是軍事上的動向 都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所以你看最近股市就一直跌 但是問題是 美軍也不要認為說太輕鬆 台灣海峽愛來就來 愛去就去 實際上 中國大陸很可能 早就已經準備東西 來對付他了 準備了什麼東西 也就是在 最近在被偵測到 一個平潭島上的 YLC-8B雷達陣地 就是已經被衛星偵測到了 這個陣地到底是什麼 這個YLC-8B雷達據說是一種 專門針對逆中戰機的雷達 這個可以偵測到逆中戰機 因為他是UHF天線 他這個頻率 比較能夠偵測到 相對逆中戰機的蹤跡 他的範圍是什麼 他的偵測範圍是半徑350公里 也就直徑大概700公里這麼寬 你看這邊除了肯丁這一角之外 其他全部都在他的偵測範圍之內 都在他的南瓜範圍之內 所以美國如果真的 真的派艦隊到這一代 來進行演訓的話 不好意思 你的F-35戰機 可能全程都會被他監控 也就是說你的參數 全部都會被他收集下來 你的參數 你的特徵 然後甚至他可以藉機 訓練他自己的YLC-8B雷達 我怎麼樣去進一步 在實戰中捕捉你的F-35 所以你美國確定 要來做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美軍自己 可能要好好想清楚 當然我們也知道 中國大陸跟日本之間關係 現在非常微妙 那中國大陸不是才冷回絕嗎 說你安倍本來10月23號要來 現在你不用來了 對 我們大家以後再說 那現在的安倍還是動作頻頻 安倍做了什麼動作 你中國大陸不要我 我跑去跟東協五國 我簽了一個東京戰略2018 他是剛好跟美工合作 五個國家 柬埔寨在緬甸 泰國 越南 這一些 我跟你們簽一個合作 東京戰略2018 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像是這五個以東京為首 我們來做一個小聯盟的一個性質 然後大家增進經貿 甚至軍事戰略上的合作 那當然問題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東協其實早就被中國大陸 認為是我的勢力範圍之內 那你現在來太歲頭上鬥土 那你還想跟我直接談合作嗎 那所以日本跟中國大陸 未來的關係如何演變 我覺得也是未來幾個月之間的焦點 沒想到現在這個時候的亞洲地區的局勢 可是越來越詭譎了 可是不只是亞洲地區這個地方詭譎 你可以看到到了中亞地區 那個地方 烏克蘭在今天天亮剛亮的時候 突然之間巨大的聲響出現 一個彈藥窟就突然之間爆炸了 有人說這個彈藥窟的爆炸 並不單純 這背後究竟是誰做的動作 烏克蘭這個基辅東部 今天清晨當地時間 又傳出來彈藥窟爆炸了 今年5月跟去年9月 都是烏克蘭讓這個普丁非常不爽 在今天這個爆炸傳出之前 你知道上禮拜發生一件事情 上禮拜發生什麼事情 普丁的心腹竟然死亡了 等一下 普丁心腹怎麼會出事呢 你仔細看一看 這一次的這個普丁的這個心腹 卡拉佩特洋之所以這個墜機 俄羅斯官方的這個公布的這個事件 的這個結果是說 他是因為直升機操載 然後去撞樹 然後導致他失事 但是你知道嗎 我要跟大家講 直升機他是載著哪些人 這為什麼操載 他就不過載一個直升機駕駛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副檢查中央就是這個主角 還有他的職員 另外一個乘客 還有一個人 乘客這個身分不詳 不知道是誰 四個人 你想想看他們說他們要去打獵 打獵就算給你多帶幾把獵槍好了 你覺得一架AS350這樣直升機 連輕航機都可以載兩三個人 你說直升機就這樣子超載 然後就會去撞樹 然後發生空難嗎 俄羅斯有這個名嘴出來爆料 說這個事件不單純 因為除了俄羅斯官方的這個理由 很瞎之外 就是說上面 疑似有一些什麼彈孔出現 有彈孔 對 那真不單純 對 這個案件 因為他是這個被受矚目的這個身分 就是這個副檢查中長 普丁的這個得力的助手 他被大家知道的他的這個事情 主要就是他曾經辦了三個案子 他辦了哪三個案子 非常有名 比如說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一對婦女 在倫敦突然被這個傳出來 遭到俄羅斯的特務去毒殺嗎 對不對 還有五年前的時候 普丁的這個政敵 一個俄羅斯的富商 也是一樣在自己家裡面的浴室 自己那個上鎖 是外面打不開的 上吊身亡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更有名的 利維年科這個 這三個案件的共通點是什麼 跟普丁都有關係 因為傳出來都是俄羅斯總統普丁 派的這個殺手 去幹掉這些人 那結果這三個案件 剛好都是由這個俄羅斯普丁的心腹 在主導他這個整個案件的偵察 也有人說 他是專門要把這個俄羅斯洗白 而且更巧的是 你知道嗎 在這個普丁的心腹 這個墜機前兩三天 突然傳出來 英國 美國 尤其是英國的情報單位 掌握了今年三月這一對死亡的婦女 被俄羅斯的這個特務下毒 竟然是其中有一個是軍人 而這個軍人的身分 就是俄羅斯著名的軍事情報總局的 格魯烏 他的這個特種部隊成員的身分 而且還查出來他的階級是上校 他是畢業於哪一期 他的這個出生領域是非常的完整 這是他之前 英國媒體就公布了這個資料 後來沒多久 在他這個墜機前兩天 又公布了說 英國的這個掌握了另外一個嫌犯 有兩個嫌犯 另外一個是軍醫 也是一樣跟他出生於 俄羅斯軍事情報總局的這個軍醫 也是告訴大家說他的生日 他的名字怎麼樣 然後可能這個 他的一個犯案的這個 就想想傻傻協定大罪 結果居然被英國的媒體 給公布出來了 你想想看 英國媒體怎麼會掌握這些資料 那表示有人洩資料 對啊 那剛好又是這個 副檢查總長他所辦的案件 無巧不巧的事 也是在他墜機前兩天 發生了一件事情 荷蘭跟美國英國的情報單位 宣稱破獲了一個 俄羅斯有四名間諜 要在荷蘭攻擊他們當地的 一個國際化武的 監督的一個機構 結果破獲了之後 英國竟然宣稱 他們有掌握了俄羅斯 305個間諜的資料 而且打算要公布了 原來在歐洲裡面有305個 俄羅斯間諜潛伏在其中 這305個間諜的資料 連他的身分 真實的姓名 還有出生領月日 和他的這個行動電話號碼 全部都有 這是很機密的資料 如果是真的話 那豈不是俄羅斯招逢了 這十幾二十年來 最重大的一個情報失敗嗎 有人在這個網路上 匿名人士爆料說 這個普丁的心腹死亡 可以剛好解決俄羅斯政府內部 一些很煩人的事情 而且甚至可以阻止 有一些企圖 像西方的國家情報單位 去洩漏一些 非常機密的資料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 引述這個 不具名人士的這個爆料的說法 是不是在在說明了 曾經是普丁的長期的盟友 那今天因為爆發了 這一連串的這個事件 英國 美國掌握了 這麼多的情報機密 是不是跟這個 普丁的盟友有關 沒想到在這個 俄羅斯這個領土上面來說 有這麼多的恐怖的事件 在暗中進行當中 神秘的死亡事件 讓人不禁感到非常的疑惑 但現在呢 在高雄的這些選民們 他們也很疑惑 因為他們還在想著說 我還要繼續投給他執政 已經二十年的綠色執政嗎 再投下去 我是不是要繼續北漂呢 你看著最近在網路上面 瘋傳的一個影片 你如果是那北漂族 你看了影片以後 你會感同身受 因為拍的人 他就是個北漂族 立剛 其實我們都知道 韓國瑜最近網路聲量很大 但他今天晚上 結合另外一個網路聲量 也很大的一個人 誰 就是我們的館長 你知道兩個人居然要直播 兩個人直播了 是 這個館長其實你看 他昨天就已經先貼上 他跟韓國瑜即將直播的活動照片 然後就是九日的時候 用分享網友改編的 長出頭髮版 你看到沒有 這是韓國瑜 大家看出來了沒有 然後這是館長 然後兩個人你看都有頭髮 我們兩個好像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多頭髮 然後他說你知道 這叫台灣張學友跟黎明 就在今晚直播了 然後網友很多人都覺得 是不是很像發胖的JJ跟逸祥 我們來看他們今天晚上到底說了什麼 我們今天我們在乎的不是說 我們有多少成本去做事業 我們在乎說我們能不能賺錢 那你如何讓青年創業這個夢想 你知道行政院我常在 我最近常在直播上面講 行政院公佈一個數字 而且非常丟臉的一個數據 這是非常丟臉的一個數據 一家公司成立 你也當過CEO 你就知道這個數字多麼長 五年之後可以存活的 五年之後倒閉的高達99% 意思就是說 每十間店和九間店會倒 有一百間店不好 這個比例是一百間店裡面 九二九店會倒 可以做五年的喔 公司行號 是有一家存活 這麼可怕的 這麼可怕的數字 這麼可怕的創業的數字 我相信這個在全世界他媽的比起來 是非常可怕的數字 五年之後可以存活 你如何讓青年 拿回來高雄去創業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喔 知識體大 真的要答起來 你剛剛講的一個問題說 台灣的體育很厲害 選手在沒有什麼資源之下 在國際的體育賽事上 大放大放異彩 拿了很多獎 對不對 好我再問你第二問題 台灣年輕人在全世界每年辦的發明獎 台灣派團隊 是不是每一次都拿很多金牌 對不對 既然有發明的頭腦 為什麼沒有辦法把這個發明的 全世界金牌獎銀牌獎 轉換為 事業跟金錢 我們拿了那麼多獎 我每一次看到我們拿金牌獎銀牌獎 我就知道 我們年輕的朋友創意 這是第二個問題 但是沒有辦法變成 賺錢的生產財 第三 人是英雄 全是膽 這些年輕朋友拿了很棒的金牌 發明獎 他沒有血液輸到他身上 他動不了 他動不了 第四個問題 也是非常重要 世界首富叫比爾蓋茲 他發明他微軟的時候他幾歲 二十歲 世界首富之一的叫 臉書的主別客 第一剛你看到沒有 這兩大網紅啊 現在就真的 就是做直播這個東西 今天晚上相信網路聲量一定很大 實際上 韓國瑜真的是一驚突起 你看從國民黨的 這樣的一個參選人 然後居然整個網路 在網路上搶佔了這麼多版面 甚至現在已經有網友幹什麼 已經直接幫他做歌 不是他們競選總部出的 他幫他做了一個影片 叫韓國瑜幫我回家 等於是完全認同韓國瑜的想法 你知道嗎 他在裡頭提到 他是什麼 他是一個本來在高雄 他們家人在那邊開小吃店 結果沒想到 因為經濟不景氣 小吃店這些沒有客人也做不下去 到最後他只好北漂 在北漂想辦法去做生活 然後他看到自己的小孩子 也希望他們能夠回高雄去做事 還很想念他爸爸媽媽 煮的肉粗飯煮的這些湯 可是問題是什麼時候回去 所以他希望韓國瑜能夠幫我回家 想要回家的心情與歸屬感 自豪驕傲的高雄人 北漂人的心聲我都聽見了 因為他希望韓國瑜 能夠幫他完成這個夢 他告訴你 投票或許不能改變什麼 不投票 結果什麼也不能改變 因為他們都知道 高雄現在你看回家路325公里 改變只有325公里 其實這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高雄心中永遠的痛 他們只是想要回家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 這整個的感覺就是 覺得現在很多高雄 已經把他們的希望就寄託在 韓國瑜身上 那這個人說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影片 因為他以前後悔 投了民進黨一票 那現在他覺得自己幡然悔悟 他要重新再來資產國瑜 希望能夠達成這個 那問題是 韓國瑜為什麼能夠吸引到 這麼多年輕人 跟這麼多網民的注意呢 而且說這個熱熱度來說 快速的增長 是 因為我必須說 他的反應的機敏 還有他很真誠的表達 我們來聽聽看他到底怎麼說 會讓人家質疑說 現在您還是藍軍嗎 還是您像宋楚瑜啦 或者是我們鄧家基副市長一樣 已經不再是藍軍了 楊過等小龍女等了16年 你知道嗎 我也16年離開立法院 16年 想想看 16年來 有誰認為 我們是一個人才 沒有的 所以沈榮會給我這個機會賣菜 賣水果 我非常珍惜 我真的把他當成我自己阿公阿媽 留給我的 全力以赴 大部分都是過客的心態啦 兩三年就走了嘛 我不 我們是認真的做 怕漏鬼 16年 你看他這是神比喻耶 16年馬上想到楊過跟小龍女 分隔了16年 他16年都沒有人要理他 他在政治上 連馬英九都不理他 結果後來是誰 把他存起來 郝龍斌 柯文哲 又把他重新帶回來 而且不是叫他來做政政務 是叫他來賣菜 結果這一賣菜 本來要好好賣菜 結果他把北農介機做起來之後 居然變成民進黨的人 三番四次來攻擊他了 結果越攻擊 反而你逼他跳出來 來參選高雄 高雄他本來也沒有任何資源 因為國民黨現在沒有黨產 窮了個半死 結果是你民進黨這些人 越是輪番打胎 你陳其邁越是要去攻擊他 反而造成他網路聲量越來越大 甚至陳其邁你自己的廣告 還拿槍跟人家拜 就拜到後來人家在講北漂 你也跟人家講北漂 到最後反而吵了 韓國瑜的聲勢越來越大 所以這一次韓國瑜的一金突起 我真的認為是台灣選舉史上的 一個非常詭異的一個奇蹟 看著現在的高雄人 大家因為這個工作找不到 只好往北漂了 這麼一北漂 325公里的距離 還真是一段長的距離 但我們在座 有個北漂的青年 亞軍來告訴我們大家 新北市還好 可是我現在在那邊雷同 因為它的光是一碗滷肉飯 我在那邊我還可以吃得到 85塊的雞腿飯是L型的 加大的 加大的 對 那我就覺得說同樣的環境 我在這邊還不錯 空氣也很好 那高雄空氣品質 我真的不是我在講 我女兒在很小的時候 她光是那個鼻子過敏的問題 從以前空屋真的就沒有改善過了 我女兒只要一起床 她的鼻子就是一直在那邊秤 然後臉就開始脹 然後呼吸器就開始脹 開始 她必須要靠一些過敏的醫生菌 來去抑制她 所以我發現到那邊的環境 還有她的生存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讓一般的年輕人 繼續想要待下去 我現在在台北這邊 我發現到我工作 我是一個月三萬多塊 然後我租的地方來講 我現在租新北市 可能比較偏遠的地方 我可能在物價上面 我還可以cover得住 薪水也偏得比較高 高雄反觀這20年來 它其實在於經濟上面 它沒有進步 20年都綠色執政 都沒有辦法進步 而且最明顯就是 當時我們在珍愛碼頭附近 它原本是要引進一個類似像 它想打造新竹科學園區 第二個大的貿易場 科技場 但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想說期待 那個地方應該會有很大發展 我那時候想說 那應該會有很多的就業機會 結果偏偏不知道 那個地方完全沒有發展起來 沒有發展起來 沒有發展起來 那邊進駐的幾乎都是一些什麼 什麼保健食品 電話行銷 甚至一些可能是 阿里布達的一些產業 進駐在那個地方 它並不是真的是科學園區 所以等於是高雄這20年來 我看到政府 我們平良心講 我看到政府可能想要去做發展 可是它居然因為有很多的因素 它停滯了 可能是 我想一個比較難聽一點 可能是說 Commission回扣的時候 可能談不容 可能是廠商包商部分 他可能談不容 所以導致那些產業 都停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變得我沒有辦法回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交通 我在台北看到了一個交通的訊息 是最棒的是說 我今天做公車我拿到APP 我可以知道說 幾分鐘我的公車就來了 我可以很精準的知道 不管在新北還是在台北市 我可以知道說這些交通 我很快可以搭到公司 我可以算得出我會不會遲到 我不用一直傻傻在那邊等 可是在我們那邊不是 高雄不行 高雄沒辦法 高雄只有幾個地方可以 成舉執政十幾年 沒辦法 沒辦法 我們在那邊我曾經有遇過 我站在我們家 要我加速小港 小港是非常偏遠的地方 我今天站在那個地方等公車 我可以等到半小時一小時 好不容易等到公車來了 不好意思兩班來了 你跟他招手 他還不要讓你 他也不停了 為什麼不停 不曉得 這個我也想問司機 是不是他累了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 可是小港那邊有捷運 沒有辦法 捷運 因為我們的路是這樣子 中山路再過來就是 一星二勝三多四圍 就開始這樣直線過去 我們的捷運非常的可愛 它是全部就是 建在那一條線上面 那一條線就是一星 可是你知道嗎 高雄它 一星二勝三多四圍 它過去地很大 所以它那邊還有中正一路 中正二路 它還有橫向的 對 沒錯 如果你遇到那個地方 譬如像美麗島 美麗島站我今天都下去了 或山多站我下去了 我跟你講那個是很荒涼的 你看他走一段很長路 好啦 那如果說要坐公車呢 我跟你講 我包準你一個小時到不了 一個小時還到不了 我爸爸去年過世的時候 我爸爸去年過世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 及時的回到我爸爸身邊 因為我那時候也在工作 我中間的路程 因為delay到我 看不到我爸爸最後一面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如果我有能力 我的媽媽 老人家最後一面沒看到 沒有看到 雖然只隔了356公里 但卻沒辦法趕回去 沒辦法看到他們 然後因為我爸那時候 在加護院是癌症 我媽一直跟我講說 你就先去 你就先回去 你爸爸如果有任何狀況 會通知你 可是你知道我上班的 禮拜一的時候 我上班我才發現到說 我媽那時候傳訊息 跟我講說我爸走了 我爸走了 我母傳訊息給你的時候 對 你父親已經離開了 我父親已經走了 就是說他已經不行 然後要離開了 我當時候話不說 你等我 我說你等我 我搭了高鐵 我真的是 話不說高鐵 我就一搭 就這樣下去 可是在路上我媽 因為我知道時間有一段時間 兩個小時的時間 差不多 然後等一下我搭捷運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爸現在狀況怎樣 他說他現在已經在 就是太平街這邊在等 等那個張藝社的部分 然後等於是他最後一面的部分 我沒有辦法見到他 我曾經我住淡水 淡水大家都知道 早期淡水是黑黑暗暗 幾乎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都不能發展 可是我後來問了我淡水朋友 我說你們現在對淡 因為輕軌即將也要開了 是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對淡水你們有什麼想法 你們就有沒有改變 他們跟我講說 有耶 他說可能改變不大 可是建設都有做起來 然後新市政那邊都規劃還不錯 還有一些美麗華進駐輕軌 都在那個地方 連接交通的部分還算順 比之前的淡水 我突然很感慨想說 天啊 我回到小港 我們家一樣是小路 很多小路 公車一樣是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才來 我媽媽前前來跟我講說 公車你上節目一定要講 公車我那時候等等 一小時還沒來 我說對 我也沒辦法改善 他的公車問題 可是真的就是實際上 就是發生這樣的狀況 可是到現在南部 還是有很多的鄉親 一直一股腦兒是覺得說 民進黨執政就讓他們做 沒關係 老一輩觀念還是怎樣 可是我真的要呼籲 就是年長一輩的長輩 你們給下一代一個機會 我覺得年輕人 現在你們一定很深深 做父母的一定有深深感受到 其實你們的孩子已經在失業了 他們已經沒有太到薪水 在小港那邊 一個月有2萬5 他們就要投校了 再高一點科技廠的助理 可能就是工程師助理 我弟弟一個月才2萬8 一個月才2萬8 對 已經算很高薪了 我整個都昏了 我想說高薪是哪裡高薪 房子現在你說高雄的物價 你說沒有漲嗎 還是在漲 他的房價有沒有在漲 還是漲 但薪水卻不漲 不漲 消費就是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會讓我很感慨 說到印尼這塊土地 你可以注意到 這之前的大地震之後 現在有些影片 陸陸續續傳了出來 尤其空中當中的衛星照 那麼一照下來 不得了 有些地方好像被地球表面上 整個抹平掉了一般 更多的人消失在那抹平的地底下 對 這次印尼的地震規模 到7.5 然後死傷人數已經死亡 人數超過1700人 而且現在慢慢的有一些 災區的畫面出來了 我們畫面上看到一些 剛剛有沒有看見 很明顯的一個 紅色屋頂的房子 怎麼一直往左邊移動 這看起來很奇怪 大家就會想說 地震引發海嘯對不對 所以把東西全部都 往這個地方一直推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不是在海邊 這不是海邊 那難道是什麼 難道是河流嗎 難道是鐵軌載著房子嗎 但是我們現在又看到很多 這個防射就在我們面前 這樣崩塌了 立剛你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這個竟然是土壤異化 這個畫面再都沒有錯 對 為什麼會錯 有沒有發現畫面的右邊 然後奇怪 大家看到這一些 一格一格的都是防射道路 結果有沒有看見 它就像是被 在河流衝走一般的 一直往左邊 一直往左邊 一直往左邊這樣飄流過去 一個龐大的力量 把他們一直推過去 沒有錯 而且這個飄流過去 我們看起來就像什麼 看起來就像有人把這個房舍 就這樣子從地圖的右邊 往左邊一抹 就沒有掉了 所以就這樣子飄過去之下 整個城鎮 整個村落 就這樣子被抹掉了 沒有 整個村子就不見了 而抹他們的人居然就是那土地 整個房舍連同上面的生命 就這樣子被抹去 那這是一個多可怕的事情 這是一個瞬間的動作 沒有錯 而且你知道嗎 還有五千人失蹤 生死未卜 還有五千人不見 而且其實這聽起來非常可怕 因為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地震的時候 如果東西防射倒下來 它還會有空隙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這一次牽涉到的是 異化土壤的話 表示什麼 表示房子崩塌跟泥巴水 是一起來的 所以也就是說有五千多人 可能就這樣子 因為土壤的這樣子流動 而不見了 沒有錯 非常可怕的事情 另外的話更誇張的是什麼 你看我們今天如果說 假設你床單鋪得好好的 你在床單上面一拖一擠 是不是上面會有皺紋 對 風吹水面 是不是會層層起浪 沒想到在印尼這一次 竟然實際的在陸地上 就看到土地被擠出波紋 感覺上好像是土壤也被弄出了 像波浪的紋路來 大家其實看了就非常的驚悚 怎麼會出現這樣子的畫面 而且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剛剛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不斷的切換這個搖側影像 跟人拍的影像給大家看 立川你知道嗎 他們其實在拍的人 很多人內心是非常驚恐的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踩的地面 不再穩固了 他一拍之後他很急 他要馬上找穩固的地方 因為他踩的地也在移動 沒有錯 不是只有遠方的土壤在異化 連你腳下踩的地也在異化 立川你知道嗎 我看外國的資料 他用什麼詞來形容 用什麼詞 他用Jelly 果凍 你踩的土地變成果凍 土地像果凍一般 還有這種事情嗎 那這太可怕了 好 來再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說到什麼 我們是不是說 這整個土壤異化了之後 然後不是還有五千人 被困在下面嗎 大家不要想說 被困在下面我們趕快救 大家知道嗎 之前有傳出案例 有人被發現了 被困在泥巴水裡面 剛剛不是說 這一次的話 幾乎是土石流跟山崩一起來 對不對 被困在泥巴水下面 好 然後大家就去搜救 當然有一些是 一個一個就這樣抬出來 非常令人不忍 可是你如果說 找到了有人還活著 你不要高興 因為有一名女子 她就被發現 這個身體上半部 其實都已經露出來 結果你知道嗎 一天過去了 還是沒有辦法把它救出來 不過上半部已經露出來 應該一挖就挖出來 很奇怪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怎麼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是在塌陷的瞬間 你剛好被夾住嗎 還是說這一種 陷在泥巴水裡面 這麼大的力量 把身體夾住 其實你根本是 力量是沒有辦法 把這個人給拔起來的 另外的話 我們還會看見 你看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有時候出現莫名的天災 我們覺得很害怕 例如說天坑 是不是掉了一個 有一個洞 然後房射掉下去對不對 你看這一次 還有多誇張的事件 房子好好的 結果你地底下的泥巴 竟然湧上來 然後把這個房射給蓋掉 就吞沒了 泥巴會貴原來蓋掉房子 還有這種事情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其實大家從這個圖 隱約就可以感覺我們講的 這像不像是泥巴從旁邊 就冒出來 然後整個這樣子把它推過去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現 有很多個地方 它其實房射 全部都這樣被抹掉 而且別忘了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房子不是空的 裡面是有住人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跟大家說 山崩這個事情 地震這個事情 我們都不希望遇到 但是如果再混合了 這個土壤液化這種 複合式的天災的話 我想我們人的生命 真的生死是一瞬間的 看到那畫面當中 你可以看到人的脆弱了 雖然地表面上 你會覺得是一個 堅硬而穩固的地 但是卻沒想到 它就像那果凍一般的 你就被埋在那果凍當中 但是如果有些人想著 要登高望遠 到青康藏高原 高度夠高吧 但是你上了青康藏高原之後 你卻發現到 走到了那布達拉宮 那裡有間廁所 有人說到了那個廁所 有三個神秘 你要符合某些的條件 你才能進到那廁所 是 其實這幾年 有很多人會到西藏去玩 你到西藏到了拉薩 你一定會去看布達拉宮 這是一個充滿了鮮明的 西藏色彩的一個皇宮 但是很多人 你看這個畫面當中 很多人都到了布達拉宮 就趕快拿手機來拍 對不對 你看 好多的遊客 大家一直搶拍布達拉宮裡面 這個宮殿式的建築 然後這個建築的那個 西藏藏族式的風格 也讓很多遊客 留下深刻的影響 但是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你到布達拉宮 一定得去看一個地方 那一定是這個神廟或什麼的 裡面的一些這個 不不不 你要去看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先問你 你有沒有心臟病 有沒有高血壓 你如果去有心臟病高血壓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了 不要去了 不要去看這個地方 那看來這個地方應該很顯耀 是嗎 來 在這裡 這什麼東西 布達拉宮的廁所 有心臟病高血壓 不能用這個廁所嗎 是的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廁所不能使用 但是過去這個廁所使用了300年 你就是站在這個位置上 腳一跨就可以開始 不論你要上大號或上小號 就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廁所有什麼特別呢 給大家介紹一下 你這個影片看得更仔細 有沒有 就我們早期的就是毛坑的意思 就是一個溝 就站上去了 好 那觀眾朋友說 這個廁所有什麼地方很特別 是因為這個廁所的底下 有60公尺這麼高 因為布達拉宮 本來就是依山建立的 它的這個高度有3600公尺以上 那這個高度造成這個廁所 你去上的時候 大小號排泄物 然後補一下去有沒有 從這個洞口一下去之後 因為西藏它非常的乾燥 所以這些排泄物 一下去瞬間 秒變一些乾燥的這個硬塊 20公尺落 60公尺這樣落下去 也就是20層樓的高度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除了乾燥之外 西藏這個地方風很大 所以這個乾燥的硬塊物 會被風給吹散了 立刻就變成粉了 就掉落在這個附近的懸崖之上 很特別吧 好 再來了 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這300年歷史的廁所 從來不需要掃 因為不用掃 為什麼不用掃 因為你的排泄物下去就下去了 就不見了 就灰飛煙滅 你也找不到 頂多就在懸崖壁這當中 但是為什麼特別提到說 心臟病跟高血藥的人 千萬不要去 是因為你光往那裡一站 你頭一低 往底下一看 還得了 簡直就是感覺是 站在這個懸崖上面了 恐怖 是 所以這個廁所 你真的要去特別參觀一下 因為它300年來 從來沒有掃會有人問說 那是不是有臭味 不太會 因為過去這個廁所 在使用的時候 它站的位置是有人會打掃 但是畢竟這個排泄物 一下去之後 你就看不到了 60公尺下面聞不到味道了 基本上不太有味道 可是各位 你只要到過西藏 到過拉薩爾人都知道 其實你到那邊去觀光的時候 就會覺得其實它到處都會有味道 為什麼 因為對藏人來說 他們很多時候上大小號 都不太需要用廁所的 他們就是就地解決 人跟牲畜也都就地解決 所以你到西藏去旅行的時候 你光走在路上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聞到那一點點味道 不過你在這個影片當中 看到了這個洗手間這個廁所 現在當然不能使用了 300年歷史了各位 它畢竟也是個古蹟了 你不能使用沒有關係 但是能夠參觀 所以到那裡去拍個照 看一下過去的人怎麼使用那個洗手間 還是蠻有意思的 而且這個廁所全球只有這一個 因為位居這麼高的海拔 而且使用的廁所 300年都沒有清掃過 還是蠻厲害的 沒有想到在這個懸崖峭壁當中 居然有這樣的一個廁所的存在 但是到了那裡往下看 你還得看看你有沒有聚高症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 我們看著這范冰冰的案例 在現在這個時候 北京不只說北京 整個中國大陸的演藝界當中 大家都是風聲鶴唳 不過雖然是風聲鶴唳 有些人的消費力還是很驚人 王菲跟李亞彭的女兒叫李嫣 過去我們對這個小孩子很有印象 原來她已經12歲了 但是最近的這個新聞 是讓大家有點驚訝 為什麼呢 原來李嫣小學到還沒畢業 12歲的一個小女生 可是她另外有兩個閨蜜 一個是誰呢 是汪峰的女兒叫小蘋果 都在這個畫面當中 另外一個女生呢 是一個名媛千金 她叫做周巴黎 這三個女生大概就是 12到13歲 有什麼不一樣 好像跟一般女生都一樣對不對 不一樣 因為細節都要仔細看一下 他們好像全身都是名牌 穿的 戴的跟拿的包 全部是精品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三個女生最近被爆料說 她們只花了兩個小時 花了45萬台幣 兩個小時45萬 對 就是人民幣10萬 哇 你們還是真的是 消費力驚人 你們真是蠻炫富的 然後這3000斤很有意思的是 不只是兩個小時 可以花掉45萬台幣 之前還被爆料說 王菲有一次就帶著李嫣出國 到別的地方去玩 然後他們就入住了一個酒店 這個酒店 你剛剛知道嗎 一個晚上有24000台幣 一個晚上 它是一個五星級酒店 那一次李嫣也帶了她的閨蜜 一起到國外去玩 也就是說他們一起都入住了 這個五星級的酒店 結果李嫣的閨蜜 就直接在自己的網路上 就開始抱怨說 酒店真是差 她這樣一寫說酒店很差 那網友就會問說 哪裡差 這東西不好吃嗎 結果網友就根據他們PO出來的影片 就發現 發現什麼 那個酒店我們根本住不起 那個酒店是超五星級 超豪華的 那她還嫌差 這個李嫣的閨蜜 還真是富貴 這幾個小朋友 還之前也有一些狀況 是因為李嫣的閨蜜來 她後來就PO了一個照片 什麼照片呢 這是在機場對不對 她說 4點鐘我們到澳門了 但是網友就發現 她的這個照片 這個飛機顯然是私人飛機 就有網友問說 這是李嫣的閨蜜 不是李嫣本人 就問說 你是不是搭私人飛機 結果她就說 不是啦 我爸爸只是包了一輛飛機 就把我們全部載去澳門了 你們這些12到13歲的小孩 怎麼回事 也太富貴了吧 不過這個新聞 我相信大家會回頭去問說 王妃這樣寵愛女兒不太好吧 不過話說 最近有很多大腕級的藝人 的確太寵小孩 可是這些小孩呢 因為寵愛過度之後 大家就發現說 也有一些炫富的細節在當中 為什麼這樣講 來講最近呢 也是多事之秋的黃曉明 黃曉明之前 我記得一個多月之前 整個大陸的媒體 爆出一件事情 是他涉嫌的炒股案對不對 連黃曉明第一時間也發聲明說 絕對沒有這件事 後來越炒越大 這個新聞顯然 他目前還難以脫身 顯然他的身價很驚人 可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黃曉明過去喜歡秀 他跟他的老婆 他們的小朋友叫小海綿 那也沒有關係 其實秀這個小孩就是炫蛙 也OK 可是怎麼好像每一次 這個小朋友的這個 他們家的這個有沒有 遊戲室 像一個遊樂園 這是他家 這是家裡 你以為是外面遊樂園 我以為是在那個親子餐廳 好像我們要排隊的親子餐廳 不是 這是他家 這是他家 但是通常魔鬼都在細節裡 這個後面 怎麼有一堆奶粉 為什麼有一堆奶粉 顯然而且很多網友把它放大 放大之後就發現 發生什麼 黃曉明家的小海綿 他吃這個奶粉 基本上要到美國跟加拿大 才買得到 所以他一次就囤了很多 所以在中國沒有這些奶粉 對 這也凸顯了很多 大陸的這些爸爸媽媽 常常會出國去幫自己的小孩 囤奶粉 黃曉明也是這樣 只是你們家像個遊樂園 而且看起來好富貴 除了黃曉明之外 黃曉明的同學趙薇 最近因為常常在石禁秀裡面出現 我們之前也提到了 這個中餐廳 滿好看的 但是很多石禁秀 會曝光這些藝人的豪宅 趙薇跟他的老公 他的老公是個地產大亨 叫黃有龍 他們的豪宅很多人都很矚目 因為兩個人身價這麼厲害 他們豪宅應該也滿漂亮的 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趙薇的小朋友叫小四月 小四月住的地方也很像一個遊樂園 接下來他家有一個落地窗 可以看到北京外面的雪景 有沒有看到這個細節 真的耶 這個落地窗怎麼好挑高好高 通常我們一般人來看這個窗戶 你會以為說 是不是在北京的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我們只是帶小孩去溜一溜 小孩就在落地窗前面看看雪景 對不對 不是 這些趙薇跟黃有龍 他們豪宅的一角 豪宅一角這麼漂亮 通常你們PO一些娃娃的照片 真的要注意 因為網友都不會只看娃娃 網友會看的是什麼 是娃娃外面的那個風景 你們家這個豪宅 就跟公園一樣的 有錢真好 看來這種日子 我們只能用羨慕兩個字了 可是如果說你有機會到了 巴黎 你會發現到這個法國的巴黎 白天的時候 文化氣息是非常的濃厚 但是等到華燈出上之後 你就發現到巴黎完全變色了 有人說現在的巴黎到了夜晚 已經變成了紅燈區了 市立剛 巴黎是個璀璨之都 再來又是先進國家 你看它的東南的 這邊有一個文森森林公園這裡 你看大家很多人在那邊做運動 休閒 舉辦各種活動 你看多漂亮的風景 非常悠然自得的一個地方 其實就是一個規模 比我們大安聖地公園 大好幾倍的一個休閒公園 對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幹嘛 特別要提到它 其實不是 因為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 可是到了晚上之後 太陽一下山 這裡馬上變成巴黎的紅燈區 公園 是 我跟你講 因為馬上就是在公園裡頭 看到很多這些穿著特殊打扮的小姐 然後就在那邊看到一些客人 就把它拉到一邊去 就在進行一些特殊的交易 天黑以後的公園 居然變成這個樣子 是 據說這裡頭有非常多人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大部分是從非洲來的 據說很多都是從奈吉利亞來的 當初他們怎麼來的呢 據說都有這些前客 就騙他們說 你只要到巴黎來 我可以介紹你去當服務生 然後他想說 我在奈吉利亞生活不好過 那我來到巴黎當服務生 這樣子可以改善生活了 是 也可以改善生活 搞不好可以入籍巴黎 結果這些女孩子就來了 你知道他來的時候 他們就被用20塊錢歐元 就把他賣到法國來了 20塊錢就賣掉了 可是問題是你一來這邊之後 他就把你的護照 所有的東西全部扣住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現在 根本沒有那些證件了 然後他就叫你跑到 這個森林公園來幹什麼 來拉客 來做新交易 然後他們每天被規定的扣打 一天至少要給我賺100歐元回來 一天要賺100歐元 是 那你知道他們 每一個人被設定 欠他們多少錢嗎 多少錢 被欠這些人蛇集團5萬歐元 天啊 那還到什麼時候 是 這個不知道 要還到什麼時候 所以他們就每天無休無止的 就在這個地方 只要一入夜 就開始再做這種工作 其實做到後來 他們整個人都做到很麻木 像他們裡頭有一個女孩子 後來被人家救出來 救出來之後 他說他那陣子的生活 根本就是每天除了 他回家洗澡的時候 才覺得回到自己之外 其他生活根本已經 所有希望理想全部都沒了 本來想要去電影公司什麼 都沒有機會 有很多人到最後 只能跟自己生下來的小孩子 相依為命 但是歐洲 在光鮮璀的外表下 其實很多地方 都讓我們想像不到 比如說希臘 希臘之前我們都知道 因為歐債的關係 他整個國家被升為歐洲五國 然後現在這個國家 突然想起一個絕招了 什麼絕招 他想說我們國家既然這麼窮 好不好 大家記得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你們德國人入侵我們希臘嗎 既然你們入侵我們希臘 就要還錢給我們 叫德國人還錢給他們 我們要的不太多 給我2800億歐元就好 這數字不少 也沒有多少 大概10兆台幣 10兆台幣 對 意思就是說 你趕快還給我 這是他們的總理 齊普拉斯講出來了 齊普拉斯其實早在2015年 他上台的時候 他就已經提過這件事了 他當時就說 因為2015年當時 希臘正身陷歐債危機的時候 他的 他所領導的 就是左翼聯盟了 就想說我們跟德國 把這錢要回來 我們希臘的財務 不就有救了嗎 結果當時 你知道 是世界銀行 然後還有歐盟這些國家 其他國家捐助他們 就是幫他們還債 慢慢扶持他的經濟 他們才是改善的 所以希臘的情況 才稍微扭轉一下 可是問題是現在人家 借給他們錢又快要用光了 糟了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現在齊普拉斯 他的政黨在大選之中 還落後他的對手12%左右 就劇烈勢 在這種情況下 為什麼能夠逆轉勝的一個絕招 其實他就突然又想起來 他已經放了三年之久了 我們要跟德國人要債 你們德國人把錢還給我們 我們的希臘就有救了 但是你覺得 有這麼容易的事情嗎 現在梅克爾還有德國人 根本不想理他 因為德國人說 我1960年就已經還你錢了 我當時還你161馬克 我們錢都已經還還了 現在來跟我要錢 會不會太誇張 但是其實他們梅子 結了很久 為什麼呢 因為早在之前 歐債危機的時候 就被封為歐主五國的時候 其實德國是整個歐盟領頭羊 德國人認為說 都是你們這些國家 拖垮我們的經濟 所以當時在德國有個雜誌裡頭 就做出一個筆個不雅手勢 然後用了什麼 用了維納斯 愛神維納斯是什麼 希臘的古代神話頭 等於說你在侮辱我們希臘文化 所以我們希臘人都很糟糕 所以希臘人就群起反擊 就說你們德國人怎麼可以這樣 既然你要這樣 那我也來看 什麼希臘 希臘人就直接弄個海報 你沒可能 我直接給你穿上納粹 穿納粹 然後就大家互相讓彼此唇僵舌借 可是問題是 我也必須奉勸這些國家 玩這些小屁孩的把戲 是沒有意義 認真去解決你們債務問題 才能夠讓世界進步 可是看著那債務的時間 可是越來越緊迫了 再來整個金融危機 會不會又就此而發生 這值得我們關注下去 可是說到這十一長假 這許多多的人到處趴趴走 有一條公路大家上去之後 心裡面會害怕 因為這條公路上面 每三個公里的距離 就會有一具屍體在那個 那個公路在哪兒 居然在西藏 對 其實我們有時候 公路之旅的話開車 如果風景秀麗的話 可能還滿舒暢的 但是接下來這個畫面 真是驚心動魄 畫面上 什麼東西飛出來了 天啊 你看快到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 清楚的描述 你看兩台車這樣匯過去 結果又往上方開的那個沒事 下面這台車 你看這個多準 直接砸下來 你看引擎蓋瞬間就砸飛 而且那個石頭掉下去 還砸斷了樹 大家有沒有看見 我們的樹整只顆樹都倒 對 而且還沒完 你看又掉了兩顆三顆 還好這個 如果這個行車記錄器 這台車煞車 如果它沒有停 它直接開過去 它會被後面的第二顆 跟第三顆直接打到 那這到底是什麼 對 還好這個駕駛 後來竟然沒事 這個駕駛沒事 對 它整個引擎蓋 命這麼大 對 直接被削掉 然後車子馬上轉了360度 人竟然沒事 好 那這個地方到底是哪裡 那這條路的話 大家想說 看起來像小小條的 山路蜿蜿對不對 就這樣雙星道而已 你看你知道嗎 它竟然可以說是 這是在大陸那邊最美的國道 這個是最美的國道 對 怎麼會這樣子 那這一條路的話 它其實非常的漂亮 途中經過了什麼 經過了平原 丘陵 盆地 山脈 高原 它經過了這麼多特殊的地形 而且很多地方的氣魄跟景致 是我們這邊沒有辦法想像的 它會經過十幾座 超過四千公尺的大山 它的公路的高低差打五千公尺 非常的厲害 而且其實還有這個天路十八彎 怒江七十二拐 其實有非常多的 這個絕美的景致在其中 然後當然簡單來講 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就是九彎十八拐 或者是有很多的法夾彎 而且這個地方的話 來 到底叫做什麼公路 我們都還沒跟大家說 來看一下這個路標 有沒有看見 路標上有寫 它的編號是G318 上面有寫 往西藏方向 這個叫做川藏公路 從四川開到西藏 你看這個氣魄是不是很大 結果立剛你知道嗎 不止喔 來 我們再繼續把它看下去 這個路的話 到底是怎麼回事 它可以說是大陸 最長的一條道路 大家仔細看 有沒有發現 立剛 你看我們這邊有一條紅線 你這條紅線穿越了整個中國 天啊 你這個到底是什麼省世界 還是哪一條河川呢 對啊 來 我們先賣個關子 我們看下一張圖 從下一張圖的話 我們其實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會發現 它其實我們一般的道路 我們一般的公路會有多長 那一般的公路的話 不是還好不會太長嗎 但是大家仔細看 立剛 你看看這個地方 你這是標高 來 你看這個地方 不是 我們的武嶺有一個標高 不是 這個是什麼 這是距離 這距離五千公里 五千公里 不會吧 有一條道路的距離 五千公尺就高 我以為是海拔高度對不對 結果沒有 它是從起點開始算 到這是五千公里 你這是上海 對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講 它叫川藏 其實它是好幾條公路 銜接在一起 立剛 我跟你報告 這個公路從哪邊開始 它從上海一直拉到西藏 拉上海到西藏 它從長江口一直開到珠穆朗馬峰 那你就知道 天啊 那這樣子的話 你到底怎麼建得出來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 非常非常多 像我們中橫的話 我們很多的國軍弟兄幫忙建 對不對 他們其實動員了上萬的 他們的人民解放軍 光這條五千公里的公路 上萬人來建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更可怕的是光從 你不要講從上海好了 我們就講從這個四川好了 然後到這個西藏 西藏這一段的話 多可怕 你大概每十公里 就有十五個官兵 在這邊殉職 十公里就十五個官兵 倒在這地方 每一個公里有1.5個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真的是 這一條路開出來之後的話 有這麼多人的話 其實他的性命 其實就在裡面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會 很好奇這個事情 你說 他有真的這麼危險嗎 來 我們舉幾個例子 給大家聽 其實他在中間 你想想看 他五千公里 所以其實他也會經過什麼 一定會經過橋 會跨河 對不對 來 我們給大家看這邊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叫做通脈大橋 因為這個地方過去一直是 人民往來的瓶頸 而且其實他在這邊建 中間也經過很多辛苦的過程 他慢慢的現在已經有 他其實有一般的 我們跟大家講到的橋 然後另外的話 有這個吊橋 然後鋼垢橋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 有三條橋並列 然後可以跨過這個地方 而且還沒完 這邊的話 他們其實以前是把它叫做 這是一個川藏公路上面的 通脈天線 這邊的話就像是什麼 在峽谷 絕壁上面 你要在這邊開路 你看有沒有發現 天啊 旁邊的話就是 海拔高度差其實很大的地方 所以其實開過這個通脈天線 其實是非常可怕 因此這一段 也被他們稱為是死亡之道 看起來其實是非常可怕 好 但是剛剛講 五千對不對 他們其實 因為地大物博 隨便一拉就好幾千 來 我們講一個短的 不要那麼長 2500就好 你也是2500公里 開就好對不對 大家想想看 好啦 那你說2500的話 天啊 那其實你在那邊開的話 後面上有沒有看見 我怎麼看到地平線 好像還是 還是整個都平 你就在那邊油門一踩之後 你要小心不然就睡著了 因為一望無際 看起來什麼東西 畫面其實都一樣 這是什麼 這是編號G7 這個叫做金星 這個高速公路 它從北京一直可以開到新疆 然後你在這邊的話 其實你只要拉直 不要開到別的地方去 你根本不擔心撞到人 因為幾乎沒有什麼人 然後路上的話 你會遇到什麼 晚上會看到星空 你有沒有看到路上 連什麼車都沒有 沒有錯 然後白天在旁邊 搞不好還有駱駝 還有一些森樹在那邊走 所以其實從大尺度的角度來看 我們這邊的公路高高低低 其實有不同的景致 但是他們這樣一望無際的公路 開起來真的很容易睡著 欣賞風景的同時 真的要注意好自己的精神 不過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高速公路 從北到南也才那400公里 人家一條公路下去就5000公里 真的是要做地大物博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騎機車是肉包鐵 你還真的要特別注意 可是如果不注意的後果 你小心機車會做出意外的狀況 我們說機車就是馬路小鋼炮 它其實因為非常靈活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 會有發生很奇怪的事情 有沒有人看見 什麼東西飛起來 剛剛你覺得像是ET那個騎腳踏車 然後飛過月亮的感覺 我們的這個摩托車竟然凌空 飛起了兩三公尺高 還撞到人家那個人行道的屋簷 他幾乎已經撞到那個挑高的屋頂 對 有沒有看見 這個撞上去 如果沒有那個屋頂 會不會直接上二樓 那兩層樓高度 天哪 這什麼牌子的 什麼車 怎麼會這樣飛空 結果後來好像是他不小心闖紅燈 然後不知道撞到一個什麼東西 那個力量竟然把它帶往上 有沒有看見 天花板說冒一貓 人家說跟你抬頭叫你看 跟你說是摩托車撞的 你相信嗎 還有其實你看 東東歡迎光臨對不對 結果進來的是什麼 有這麼急的買東西嗎 連人帶車撞進來 卡在貨架裡面 結果其實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 可能是一直沒有注意好了 結果你看就直接撞 而且你看他多準 他直接從門撞進來 他還沒撞到旁邊的牆壁跟墊子 直接這樣撞碎 然後整個撞進來 當然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要恐怖攻擊 他也沒有什麼意圖 只是我們覺得很詫異 怎麼會這樣撞進超商 真的是非常可怕 小小的摩托車 真是威力無比 但是我們剛剛講 他沒有什麼特殊的意圖 然後他的威力無比 接下來 力量剛剛是闖進超商對不對 如果闖進人家營區怎麼辦 什麼 闖到軍營區 人家就開始會懷疑 你說你沒有什麼特殊的意圖 那就不單純了 而且但是我們的營區有那麼容易嗎 營區常常會有大門對不對 而且又晚上 力量你知道 我們都很好奇 這個摩托車 它的重量並不是很重 能夠出來的動量 應該不會太大才對 你看那個大門好像變形了 力量不只是變形 他硬身而倒 連門都倒了 撞倒了 一個軍營這麼容易就被攻進去 就這樣就倒了 然後他整個人下來 當然有人就說 他可能是因為很想說問他說 你是有喝酒嗎 到底怎麼回事 他就說他其實真的沒注意到 就直直的撞過去 他說他沒有 根本連煞車都沒有煞隊 然後就直接撞下去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們那個鐵門 那你這樣也爛 撞了整個倒下去 你這樣營區門戶不就洞開了 要攻進你營區怎麼好像 是不是就變成是一個 真的很簡單 沒有錯 就是一個裂縫對不對 但是我們說裂縫 摩托車撞下去 你說只有裂縫而已 沒有 很大貓 來 力高我們看一下 天啊這個 這個車子怎麼回事 被誰這樣劈下去有沒有 藍腰這樣凹陷感覺折兩段 這太可怕了 摩托車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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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重機 然後他就直接撞下去 你看這個 結果他就是那個塑膠殼 撞破一些 所以有人才說 天啊怎麼這樣撞下去之後 車子毛這麼大貓 摩托車看起來好像還好好 就是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落材刮痕而已 所以其實在路上看到摩托車 要對他尊敬一點 因為他真的是力量無限大 可是騎車的人 你還是真要小心點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那馬路三保 有時候在路上 你真的看到他出現的時候 還是閃遠一點 比較保險 三保真的無極限 在大陸四川的成都高速公路 看到交流道下有一個車主 他似乎發現自己開錯了 他想要掉頭 他在幹嘛 他從這個交流道 要逆向行駛回高速公路上 什麼 還可以這樣開 這樣比較快 剛好高速公路旁邊 就站著一些警察 直接收到通報之後 立刻要把他擋下來 否則你看人家後面 準備排排要下交流道 你這樣子不是阻礙的交通嗎 而且大家都很快 沒有人命損傷力 已經是阿彌陀佛了 又在回轉 你看 又叫他回轉 最後他當然吃上了 1000塊台幣的罰單 然後扣下他駕照12點的違規紀錄 但是這樣子真的是太便宜他了 你看他這樣三保這樣開車 如果我們是在後面的 塞在車子當中 一定會被他氣死了 你看他在高速的往下 這個是個下轎的道 而且他還真敢